好下面的话呢 我们讲一下这个软件测试的过程中 就是别人对我们的一些误解 或者说我们呢 应该遵循的一些原则 那在这里边呢 其实这个内容呢 和之前呢 我们说的这个软件测试的一些 就对软件测试人员的一些误解里边呢 其实呢 把那些话呢 翻过来说 在这里边呢 也是可以的 那原则呢 应该遵循的原则有比较多啊 在这里边呢 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啊 这是第一部分 那首先第一条呢 就是所有软件测试的标准 都是建立在 什么样 用户需求之上 也就是说 标准都是统一的 用户喜欢的就是什么样 对的 就像这个 我们现在网络流行化什么样 颜值及正义是吧 长得好看说的就对 在这里边 用户需求就是我们软件测试的标准 但是这个用户呢 这个用户需求呢 是说大多数用户的需求 而不是说什么呀 少数用户的需求 那在这里边也遵循一个原则 什么呀 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第一个 第二个 软件测试呢 必须基于质量第一的思想 去展开各项工作 就是质量 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当时间和质量产生冲促的时候 原则上时间要服从什么呀 质量 什么意思 软件呢 还有众多缺陷没有修复 那就不能什么呀 发布上线 明白吧 就哪怕时间再紧张 也不行 但这是原则啊 那实际中可能说老板一句话 说上线就得上线 那你就听吧 要不然你可能就被开除了 可能会很无奈 所以呢 这个一般的软件上线之前 测试员呢 都是很忙的 通宵加班 这也是可能存在的 这个不是说可能存在 基本上都会存在的现象 年前 就怎么放假前 放假的那周 以前的学生总加班 加班到凌晨两三点 然后呢 发个朋友圈 哎 终于下班了 现在路上人好少 然后下面就有人回复 凌晨三点 马路上人多 那你就 那躲下人呢 第三点 事先定义好产品的质量标准 只有有了质量标准呢 才能根据测试的结果 对产品的质量进行分析和评估 这个呢 是我们之前呢 跟大家呢 强调过的一点 先有标准 再进行什么呀 测试 然后呢 根据标准去判断 这个测试的结果的 这个准确性 是不是个缺陷 能不能通过 所以呢 先有标准 后 后有测试 你不能翻过来 都测完了 你说大概 算了吧 看他们挺辛苦的 就算通过吧 对 你如果放过了他们 那我说的这个 他们就值得开发了 除了测试以外的 其他人员 你放过了他们 到时候呢 他们可能就会把锅甩给你 所以呢 就先要有标准 把所有标准定好了 后面再去进行测试 第四 软件项目一旦启动呢 软件测试呢 也就要跟着开始 而不是等到程序写完 才开始进行测试 这也就是我们昨天呢 提到的一点 软件测试的过程模型里面 我们要遵循哪个模型呀 W模型 因为只有W模型 才和软件开发 软件测试是什么呀 并行开始的 如果你要遵循V模型 那就完蛋了 V模型是在编码之后 才开始测试 说实话 黄花菜都凉了 项目一旦开始 软件测试也跟着开始 只不过前面呢 我们是进行设计 后面呢 是进行测试的执行 但是呢 都是测试活动 下一条 穷举测试是不可能的 这句话呢 是放在哪里都 都正常的 对吧 就像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 字号大小 字体颜色 字体样式 组合起来几百万种情况 乃至于更多 我们不可能把每一种情况 全都什么样 试了 或者说测了 所以呢 软件有缺陷 软件经过测试之后 也有缺陷 那这个是正常的 对吧 你开发人员 开发了好几个月的软件 你让测试人员几天 或者几周 就把它测完 而且还不带流有缺陷的 这完全不可能 明白吧 黑核测试 肯定做不到这点 白核测试 可能也做不到 为啥呢 代码 一个小软件 一个软件再怎么小 它的代码的行数 也是几百万 上千万行的 这还都是小的 所以呢 在这里边 因为穷取测试是不可能 所以呢 软件一定会有什么呀 残留的缺陷 你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的测试 这是这点 再往下 第三方进行测试 会更加的客观有效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什么呀 就是说测试外包 还记得吧 测试外包的存在 第三方测试 所以呢 A公司开发的软件 如果由A公司自己的人去测的话 你觉得客观吗 说实话 不够客观 那也就意味着 让测 让开发人员自己测自己的代码 你觉得够客观吗 不够客观 所以呢 一定要找什么呀 独立的测试团队 独立的测人员 去对这个软件进行测试 这样的话 才能足够的客观有效 再往后 软件测试计划呢 是做好软件测试工作的前提 那有句话呢 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呀 那计划呢 赶不上变化 对吧 但是呢 如果没有计划 那就完蛋了 那就像我们说 这个上课一样 哎 我们上课一样 在你们 在你们还没有开学的时候 对吧 那老师们都会告诉你们 哎 我们这个 呃 要会上多长时间 啊 然后呢 每一个都会学哪些课 这个课上多少 上几天 那个课上上几天 这就是什么呀 计划 那如果说 你要去学习了 他跟你说 哎 你来学吧 你说学多少天 哎 看情况 你会去吗 肯定不会 这家伙肯定是个骗子 对吧 哎 所以一个明确的计划 是非常重要的 正往下 哎 测试用力呢 是设计出来的 不是写出来的 那么测试用力 啊 在我们这个软件测试里面呢 它占用着 呃 它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呃 也是我们测试工作的一个 就是测试工作直直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 呃 你有没有做过测试 用测试用 用测试用力呢 去衡量 明白吧 那么这个软件到底质量好不好 用什么去衡量 用缺陷的数量去衡量 对 说 你今天 你对软件进行测试了吗 你说你测了 用什么证明你测了 对吧 哎 测试用力就是我们测试工作的依据 你说我对这个软件的108个功能全都测了 而且都有这个依据在 依据什么呢 就是你写的测试用力 你的这个测试的这个方法 测试步骤 用这样的情况去说明你对这个软件进行测试了 你千万别说 你测了吗 测了 用什么说 你测了 对 你没有依据 那是不行的 尤其是这种技术类的工作 他都是要靠这什么样工作量去 去衡量的 是吧 开发人员有时候呢 都要凭这个什么样 代码行数去界定他们的工作量 那测试人员呢 更是如此 所以呢 要根据我们的测试的目的 采用相应的方法呢 去设计测试用力 那测试用力呢 可以这么去说啊 他只是我们测试方法和测试步骤的一个什么样 书面表达 所以呢 你的这个方法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是在大脑里边去构思 这是一个脑力活 但是呢 你用文字把它表现出来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什么样 体力活 所以呢 一般呢 人们都愿意称 都愿意说自己的工作是什么样 是脑力活动 所以呢 测试用力呢 是什么样 设计出来的 而不是什么样 写出来 写出来就是一个体力活了 没什么意义 所以呢 像程序员 更倾向于 称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呀 我们是在 设计程序 是在设计程序 你如果说你们就是敲大马的 那他可能就要生气了 对吧 然后呢 像UI 他们更更倾向于你称为他什么呀 我们在设计程序界面 他们是在搞设计工作 你如果说你就是个做图的 他们可能就会不开心了 其实大家都一样 设计是 花脑子来去做的 你把它画出来 做出来 写出来 敲代码敲出来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什么呀 体力活动了 这个没没没什么价值 有价值的就是 大脑的这个构思活动 所以呢 在这里面 注意这个 所以呢 为了提高测试效率 更多的发现缺陷和错误 我们要采取相应的方式方法 去设计用力 这是这点 那继续往后 另外一个原则呢 这个是之前呢 跟大家强调过的 对发现错误较多的程序片段 应该进行更深入的测试 一般来说 一段程序中 已发现的错误数越多 其存在错误的概率 也就会什么呀 越大 明白吧 就是说 他只是说 可能存在缺陷的概率 也就越大 那么在这里面呢 之前呢 也跟大家讲过 代码 都是可以呢 拿来重复去使用的 那我写了一个程序 那A程序员可以调用 B程序员呢 也可以进行什么样 调用 那这个过程中呢 你调用别人的 如果他的错了 谁调用他 谁就什么样 错 所以呢 错误缺陷都会有什么样 集中的这种现象 那一个模块发现的错误比较多 你继续挖 可能还会发现什么样 更多的错误或者缺陷 当然这是一个概率事件 不一定就是说是 完全是这样的 也有可能人家就调用了一次 就错那么一个 其他地方都是什么样 没问题的 这种情况也存在 但是呢 也有可能出现那个什么样 就是刚才说的那种现象 错越多 就没发现的错误 可能也会越多 但是说他的可能性 就会更大一些 再下一点 在测试的过程中 要重视文档的保存工作 测试的所有文档 测试计划 测试用力 测试报告 都要做好保存 因为这些呢 是我们对软件测试工作 执行的一个什么样 重要的依据 那如果说 用什么证明 你测了这个软件 用测试用力去证明 用什么证明 这个软件有缺陷 就用我们的什么样 缺陷报告去证明 用什么证明 这个软件不能上线 用这个缺陷的 缺陷的什么样 重要程度 还有致命的缺陷 能上线吗 一点就崩溃 一点就崩溃 就不能上线 那如果说一些错别字 反而那是什么呀 轻微的 轻微的可能就 可能就没关系 好 这是这点 那再往下一点 作为测试员 应该把尽早的测试 和不断测试呢 作为我们的工作的座右铭 那这个呢 也是我们之前讲的 测试过程的什么呀 理念 尽早测试 全面测试 全过程测试 独立迭代的测试 尽早不断测试 所以呢 在工作的时候 提醒大家 就温馨提示你们一句 这块 这个模块你测完了吗 这个模块测完了 你这个软件测完了吗 还没呢 我要不断的对它进行测试 听见了吧 千万别说 我测完了 然后你就闲着 在那闲着 这是不行的 哪怕你是真在那闲着 你也别说出来 再往下一点 回归测试的关联性 一定要引起充分的注意 那这个东西呢 和上面这块呢 有这个相似的地方 就是说 回归测试呢 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回归测试的目的就是看 以前的缺陷有没有被 在新版本中 旧版本中的缺陷 新版本有没有修复 然后呢 旧版本中的缺陷 在修复之后 有没有引发 新的其他的缺陷 一般情况下呢 就一些特殊情况 就会产生什么呀 修改一个缺陷 改了一个缺陷 结果产生了更多的缺陷 这种情况呢 也存在 所以呢 这种关联性呢 也需要值得注意 然后呢 最后一个 不是最后一个 下一个 测试应该从小规模开始 逐步转向 大规模 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呢 你可以呢 说 我们可以做什么呀 从单元测试 到集成测试 刚开始测一个模块 后面呢 测两个模块 三个模块 到最后 所有的整个系统 内部的测试 还有外 外部的测试 从单元测试 走向系统测试的 这个过程 我们就称之为 小规模到大规模 从一个模块 到多个模块 测试的过程中 不可以把测试用力呢 置之度外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设计好的测试用力 那我们就得严格的按照它呢 去执行 你不能说 我设计是归设计 但是执行的时候 完全不按照这个东西去 操作 或者说 一些按照这个 设计好的操作 一些不按照 那也会有问题 那就是说 一些随机的情况 可能产生 但是呢 更多的 随着你的工作经验的提升 很多意外的一些情况呢 都会在你的计划之内 所以呢 就是说 不能 置之度外 这么一下 作为测试人员 应该不放过 任何的蛛丝马迹 所以呢 要必须彻底的检查 每一个测试的结果 看它是不是通过的 还是不通过的 那么在测试的过程中 预期结果和实际结果 一样的时候 那说明这个是通过的 如果说不一样的时候 就是不通过的 那我们要严格的去检查 每一个测试的结果 是不是都通过 而且呢 要检查的 仔细认真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有可能你的一个小失误 说不定呢 就会导致什么样 缺陷产生 那比如说大家有没有 试过 微信给别人 转账的时候 或者发红包的时候 能输入负数吗 试过吗 试过 有提示吗 你看 发过这样的 转过这样的账吗 你看 下去 下去之后呢 你们可以去试试啊 你给他发个红包 里面能不能输入负十元 然后对方 会不会收到这样的红包 如果万一收到了 他一点击收 然后自己账户里面的钱 透掉十块 可能吗 千万别说不可能 因为你没有试过 下去可以试试啊 再往下 一定要注意测试的过程中 错误的集中发生的现象 这个和程序的编程水平和测试人员的这个 习惯有 就是编程人员的这个水平和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一个程序员 他的技术很糟 那有可能呢 他写的任何东西呢 都 都很糟 只要是他写的东西呢 就会有很多问题 这个呢 也是 在开发的过程中也是存在的 毕竟呢 在这个很多企业里面 他们的核心程序呢 会找这个自己的老程序员 老手去写 然后那一些 简单的不复杂的程序代码呢 会找这个什么呀 比如说找一些这个实习生去写 那这个时候呢 问题就就可能产生 实习生有可能写的代码呢 都是啊 有问题的 最后 对测试过程中的这个错误的结果啊 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呀 确认的过程 那么这个确认呢 也就意味着 当你发现缺陷的时候 你不能什么呀 单方面的认定 它就是个缺陷 得找人什么呀 去确定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呢 就排除了测试人员的这个什么呀 主观 主观性 是吧 我就看那个开发不顺眼 我就专门挑毛检测 然后呢 就故意给他提个缺陷 其实不是缺陷 然后你专门去提 那这个时候就有问题 是吧 轻则 发成口角 重则 对吧 流血牺牲 所以 所以呢 万一挨揍了呢 是吧 女生可能不会是吧 但是呢 你说这种情况肯定不好 所以呢 这个缺陷的这个错误的这个确认过程 那就包括了 第一 对吧 你发现一个缺陷之后呢 千万别 第一时间就去找程序员 那你得先跟自己的这个呃 组员去沟通一下 跟产品去沟通一下 或者去仔细的检查一下这个软件的这个需求 是不是他真的出问题了 明白吧 哎 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要不然你盲目的提交了一个缺陷给开发 对吧 就像我 那那可能后果就是刚才我说的了 是吧 经过你仔细的 验证之后 人家说了 这不是个缺陷 然后你最后发现 啊 好像也不是个缺陷 是吧 偶然的情况 一次两次还可以忍受 如果你总这样的话 对吧 人家开发人员可能会 心里想着 你是不是想 故意接近我 是吧 好 这个呢 就是说测试的过程中 应该遵循的一些原则 啊 这些原则呢 合起来 呃 要我们测试员呢 要保持一颗这个客观 公正的这个 心 对吧 别有这个 呃 图谋不轨 好